今天的发烧话题来看到 公共电话在台湾的历史超过70年 2000年达到15万巨的最高峰 不过现在大家几乎人手一击 公共电话的需求量大减 去年全台只剩下3.3万巨的公共电话 只有在军营、学校还有偏乡比较容易找到 以台中市为例 目前全市不到1000巨公共电话 就有400多巨在成功岭 但该不该废除呢 中华电信表示 天灾时公用电话有重要的紧急救援功能 不会轻易废除 投下硬币播出电话 不少民众都曾经历靠着公共电话 和亲友联络通话的岁月 只是随着手机普及 公共电话使用率大幅降低 现在的公共电话 只有在军营和学校等地比较容易找到 以台中市为例 全市不到1000巨的公共电话 就有400多巨在成功岭 到底该不该废除 民众声音大不同 我个人认为应该不需要 根据NCC资料记载 1947年台湾设置了第一具公共电话 1980年代配合政策急速成长 2000年来到最高峰 全台公共电话数量高达15万句 随着民众开始人手一只手机 公共电话需求量大减 去年全台只剩33000句 20年来大幅减少8成 不过因为公共电话在天灾发生时 具有重要的紧急救援功能 NCC补助业者偏向地区每半径200公尺 设置两具公共电话 其余地区则是每两平方公里设置一具 虽然公共电话随着时代演进 慢慢淡出民众记忆 但仍有存在的必要 让中央每年砸下上千万元 也要确保救命用的公共电话 不会走入历史 记者花莲综合报道